接上个481个字视频之后 让我们来看一下事后千玺的反应 有个画面上很深 其实就是有个女传授给她的 然后就是说话 我上来我是想跟千玺导师说的 那个拍子她表达得很完美 她的质感也表达得很完美 她的情绪也表达得很完美 所以我想说什么叫打动你 我单纯从女友为男友来 就是出头的这个角度来看 你怎么评达她当时的心态 我觉得挺勇敢的 处于恋爱中的女孩吧 挺敢于站出来说话的 因为当时氛围反正是挺压抑的 她当时也坐在右边 就要出来召唤那一边 就情绪肯定是不太高的 但是看到男朋友下去 就肯定对就更那什么了 其实没有Urban公平 我就是觉得是我们所有人 都是不公平 但是这是个游戏 当时应该是凌晨四五点 差不多吧 五六点 对 然后那女孩上来说 要跟我说句话 我一下就一下就醒了 我觉得 我觉得这舞是艺术 艺术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感受 但是我们每个人 对我们每个人的艺术审美 我们每个人对我们每个人的感受 我们每个人的不同的这个 喜欢的东西 艺术是主观的 每个人的这个 对艺术的什么也不一样 但是你听了她说的之后 就大家觉得这个反应非常的加分 因为是有利有竭的 因为好像这个里面 划分的种类风格或者说太多了 然后好像就觉得谁站在台上都会有点觉得自己会吃亏之类的 就反正就这个东西从第一集就开始慢慢想 就有这个小感悟一点一点 那你当时最后为什么还会 反正我应该上去握手跟他能有一个强调友好的能够是 反正我是也是在观察他 我觉得差不多他理解了 因为他其实想问我就是不是能打动我 然后我给他解释清楚了 而他情绪差不多平复了 我才赶下去 这么温柔可爱绅士的男孩子怎么舍得对他凶凶 爱他都来不及呢